珠海航展上坚实矢量吞管发动机的表现令人感到惊艳,但如果只盯着某个箱进装备看,或许就太简单了,只看到了中国空军进步的冰山一角。 但我们看着漂亮的特技表演,惊叹发动机技术的精密之时,必须深入思考,任何装备,都是为作战体系服务的。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次航展,我们或许可以从宏观的视角看到中国空军作战体系的巨大突破和飞跃,使用喷管发动机,只是这个全新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坚实展现了强悍机动性能。 从航展中看来,我国空军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先进的,较为完善的空中战争体系,彻底摆脱了过去陆主空丛的桎,成为了一支可以碎形大型空中进攻战役的真正的强大空军。 航展中的展品和表现可以看到五大突破,第一是大推力航发的突破,利用这一突破,我军可以让主力的四代机群,歼10、歼11等,性能再次跃升一个台阶,成为空战中顶梁柱般的力量。 第二是歼20战机的成熟化,在空军作战体系中,新锐的五代机将承担尖刀任务,包括与敌人心势机争夺空忧,利用隐身能力执行防空网突破,猎杀敌方预警机等等,歼20。 在这样尖刀的掩护下,主力四代机群则将作为坚固的刀身,给予敌军沉重打击。 第三是以运20坤棚,轰6改为代表的大型飞机的突破,标志着我军远程运输,打击,能力的突破,是战术空军向战略空军的转变。 第四是无人机家族的枝繁叶茂,这些价格相对低廉,用途极其灵活的战场精灵经过了战火的考验,证明在对的打击,侦察中的巨大用途。 第五则是新式防空,雷达系统的展出,让我军战术,战役防空能力都进一步提高。 运20,有人会问,运20,歼20都是亮相过多次的武器,为何还用突破形容呢? 很简单,它们都已经成熟化了,具备了真正的部署和实战能力,而不再是提供训练和试验的原型机。 无人机虽然也是每次诸海航展的常客,但它们这一次来,不仅有着最新的型号,而且经历了战火的淬炼。 中东地区令人骄傲的战绩和表现,是实际运用中的突破。 如果我们只盯着那些最耀眼的进步和技术,很容易忽略这些悄然时间的,或许更为重要的突破和进展。 国产无人机,如此一来,我国空军原先以防空为主的体系,就已经迈向了全新的空战体系。 以五代机碎形复杂任务,以换装新式发动机和武器的四代机充当作战主力。 空中行动将得到大型加油机、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的全面保障,形成了一张完整的空战网络。 运输将得到大型运输机的保障,而空6改则赋予了初步的远程导机能力。 预警机是空战大脑,新式雷达和防空武器将编织密集的预警和防御网络。 无人机则赋予最基层的普通部队打击和侦察的能力,可谓可攻可守,战术战役海陆空全覆盖。 灵敏的大脑,健壮的四肢,发达的神经已经全部齐全了,不会再出现90年代引进了新式机,却没有新式体系,结果对抗演习中败于间期的尴尬。 对航展展品的全面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空军作战体系的全面飞跃。 2018年11月11日,当中国人在各道电子购物平台上疯狂购物的时候,珠海航展也从6号到现在悄无声息地结束。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晚了4天,2018年11月11日是中国空军成立69周年的重要时刻。 在这一天空军,不惜一切放出了本届航展最后的彩蛋。 根据观众在航展现场拍摄的一张大的高清地图,肩负20在四飞机编队飞行模式下首次,给中国空军送上了69岁的生日礼物。 此外,在观众欣喜若狂的时候,还展示了同一场地在低空下的低速表现。 其中两架肩负20还顺势打开的弹舱,一举发射的4枚霹雳-15和2枚霹雳-10空战飞弹。 更让网民兴奋的是,在这份包含4枚超市距空对空飞弹的弹舱里,2枚飞弹之间也有一个掉价接口。 这意味住在4,2结构的后面,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能换成6,2的模式。 有资深军迷说,就算是挂4枚霹雳-15,也够了。 甚至有人偷偷地说,看完肩负20的表演之后,再去看美国F-22的机动示范,就没有原来那种令人惊异和羡慕的感觉了。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中国第一架J-20D5代验证机在成都机场首次飞行时,原定于7日第一次飞行。 但由于天气原因,推迟到1月11日,但飞行员认为,据是飞员李刚说,更愿意理解为迟来四天的惊喜。 回忆说,在下午1点11分刚,号凑成8个1,这对军,人而言意义非凡,坐在座舱里恍如格式一般,只觉得信息在眼前,指控在纸边。 中国的J-20已经从J-8走过了一段痛苦的旅程,但是尽管中国已经从一穷二百到完全有能力与美国的F-22竞争,但一些人仍然说惊负20问题重重。 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11月8日报道,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为中国新一代战斗机量身定做的J-20发动机没有按计划出现在航展上,也就是说新的发动机没有通过军方的测试。 此外,据军方人士透露,在航空展上,J-20仍然使用俄罗斯供应的AL-31发动机来实现其机动性,如果沃善-15量产的话,可能会出现尴尬的局面。 到那时,中国可能需要向俄罗斯寻求帮助,继续购买AL-31发动机,以缓解其尴尬。 为了吸引国外网友的注意,媒体还说,中国研制的沃善-10B型太航发动机不符合J-20的全部性能特点,实际上是第四代飞机和第三代战斗机的一种方向发展,从而消除了进口发动机的依赖性。 不过任凭港没如何忽悠,外国表示这次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据国外网友表示,根据中国J-10B渦上-15矢量发动机操纵飞行性能的视频,中国已经熟练掌握了矢量喷管技术,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取得突破。 这实在是太强大了,J-10眼镜蛇的动作实在太震撼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镜头能做出如此完美的动作。 据中国的资深军迷说,国内军迷甚至不相信这种不符合标准的忽悠,可以肯定的是,菊座一退休,战乎菊就废了。 如今的外国人不像过去那样那么好忽悠,关键时刻还是要菊座,出马才有技术含量。 近一周广大军迷们应该都处在被珠海航展刷屏的状态,一方面这确实是我国乃至世界军工的一场盛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战机等装备实在太过惊艳,颇有一种不明则以一鸣惊人的味道。 尤其是15分钟里三度展示眼镜蛇激动的坚实力,让很多为我们国产航发担忧的菊迷长输了一口气。 大家也对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有了更强的信心。 而航展除了这些被大肆报道的明星装备,一些不易被人们注意到的角落展位,其实也很有可能会握苦藏龙地展出一些关键设备,例如上届,十一届,航展中亮相的国产先进战机航电概念座舱,后来经确认是我们歼31要应的。 本届航展也不负众望,经现了一款神秘战机座舱模拟系统,并且从该模拟系统中,我们发现了一款全新战机模型,高度信息化的座舱系统和未曾见过的战舰型号,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 从座舱局部照片来看,这款战机信息化程度很高,极具科幻感,而根据其中隐藏的战机外形的模拟图来看,它是一款机身机翼都非常宽的压式布局飞机,压翼面积大,前两台发动机间距离较大,发动机舱上有两个小型垂直尾翼,这些特征说明它并不是一款追求高机动性的战机。 结合这些外部特点以及弹仓武器配置,可以做出推论,它或许是一款全新的战斗轰炸机或者隐身轰炸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大家梦寐以求的战略轰炸机,那它会是轰20吗? 根据相关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先不说大家普遍认同的飞翼布局,目前连压翼布局的轰炸机都找不住更别说战略轰炸机了,并且压翼与追求隐身性能的轰炸机。 轰20是极为不搭的,因此这款神秘机型如果真的是一款新型轰炸机,不管隐身性能如何它都已经创下了记录。 当然也有人反驳称,缺乏飞翼布局研究经验的我国,存在使用掌握的更好的压翼布局的可能性。 还有人表示这一模型很可能根本不是模拟座舱,而是无人机的地面控制台,众说纷纭之中,你们对此怎么看? 近日,加沙地区冲突再度升级,据以色列军队新闻处消息,已军记录到13日零点左右时,有多枚火箭从加沙地区内发射,向以色列市区方向袭来。 据称,来袭火箭共有10枚左右,但即使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及时开机拦截,也只拦截下火箭中的二发,算是拦截失败。 当晚,防空警报在以色列南部地区彻夜响起,爆炸区域腾起冲天火光。 由于加沙地区冲突升级,以色列总理不得不缩短附发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的行程。